从就是不被别人看好 到最后 登顶不惯 没有人不想赢 没有人不想去世界赛 视镜子怎么发光啊 以后直播不用摆花盆了 除了吃饭 除了这样 不用再来 要刺激 累得暴躁的时候 只要我们打出我们自己的东西 就是一不如迟 我会打的 还是挺喜欢去年那种感觉的 加班的感觉 可能就是结果不好 过程 真的很不错 加油 凌晋2021年年末转回期的尾声 面对多家俱乐部的邀约 为涛博奋战了三个赛季的369 最终选择了JDG战队 来京东的时候就想好了 就是说 想就是给自己换个新的环境 然后就想重新开始吧 就是这种感觉 想换个新的环境 新的队友 完了死了呀 没劲力了 真的没办法 完了 直播369可能伤到了 付款都不知道该怎么去付的 这种 军东有一点乱套 JDG目前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很丧的样子 真的 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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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又不是 这个赛季就记了 今年就记了 你别这么算 把我们记住 好吗 没几岁 没几岁 好吧 有点难打呀现在 德宾到这遗憾止步了 2021年年底的德马西亚杯 369第一次代表JDG战队出战 乘兴而来 却只收获了小组四连败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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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来说 回去就几岁要求 才会给你打上了水路 还有机会 我们打完德杯的时候 游战都爆炸了 刚好就是那个视频放出来 先选因为一个 装我们的结词 装我们的血 太低了一个大嫩 就在德北惨败收官的当晚 官方纪录片不破不力上线 相关片段 引发了对369口诛笔伐的舆论风暴 他好像突然被卷入了一场 与全世界的对峙 没法一拍两散 只能一个人扛着 昨天我看火锅那个帖子 就是在说你 就是说你打超伯什么的 然后那个评论带搞笑了 说你哪天是死的 厌尸的时候全身都是软的 只有那张嘴是念的 说实话雷哥 我嘴应该没你用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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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时候就觉得 好像他也不需要去跟他聊 或者跟他辅导一下 他自己每天还是傻喝喝的挺开心的 就没有想太多 就是就是觉得 不重要 无所谓 就后面感觉可以证明自己 就可能我不是很在意 就是外界的看法 我就比较在意就是 我身边的人 然后我认识的人 这种就是大家 怎么看待我 怎么评价我这种感觉 对京东来说 防守压力非常的大 是 我觉得这波369有点大意了 我觉得369那波15其实挺严重的 2022年LPL春季赛 开赛两连败的JDG战队 延续着窘迫的推势 我觉得这个游戏不敢上去装的人 真的很过分 我是装一届 前十 上来装一届 前三嘛 上来会装一届 我感觉我敢自身前三 我以为那个中路在打 在下面 是的 我看他们人全在下 越行的时候越危险 可以可以 我想那波自己装一点 刚打比赛的时候 有点就是失误很多 不注意很多东西吧 就无所谓这种 就不严谨 当时就有点 一抓一死的那种感觉 就我们中野肯定是有点怕他一直死 就比如说可能这波死了也无所谓 之前可能是这样想的 后来就觉得原来这波死了很重要 队友可能也会很难受这种 因为怕我一直死 我也怕 那你就我也怕 那咋办 那没事 那还能咋办 那不玩 他就不玩 你不死就行了 那不能这么说 对面如果硬抓的话可以死 但是就是 别死的那么轻松就行 如果你真的很怕死的话 玩不了游戏的 三六九是交出来一个死亡闪现 还是被詹克拉夫拿到人头 三六九没有技能的直接被秒 三六九感觉这边还是太大意了 我教练觉得我送太多了 说少送点 说再送给你玩肉 然后 然后当时后来就送太多了就玩肉了 我刚才说三六九 你知道吗 你以前在我对面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选手好难对付 我觉得每次打你的对局的时候 我们总要考虑 对面上单 感觉这个也能玩 那个也能玩 老师套出一些怪东西 就感觉这个人好难对付 所以我说说 我希望你找回以前那种感觉 当时人 must be more 当时的压力很大 就是害怕自己打不好 想要证明自己 就是让军逓就迁的没错 这种感觉 就是他们选择我 没有错 欣赏加油 Hope是今年的另一位新成员 在加入JDG战队之前 他被EDG销利了四年 好不容易熬成了主力 却遭遇战队历史上成绩最惨淡的2020赛季 2021年 Hope沦为了替补 甚至再次被降级到二队 我也有想过放弃了 就是在EDG待了挺久之后 当时就感觉有点不想打 太累了 心累 当时打游戏就是没有乐趣 就是工作 然后就是寻找一点乐趣 上分 上分可能没人 但你赢别人的话 就是你跟那些地下的全场打 然后你把他赢了就会有乐趣 2022年年初 Hope以自由人身份 加盟JDG战队 只要有比赛打就行 Hope没死 Hope还在输出 Hope的输出非常的高 而且是让AD拿到双杀之后 京东是大获全胜 一波结束 就他那种稳健是稳中带着杀气 是的 有一种找到最后一块拼图的感觉 我们是一个team 是team 完结 Hop哥兜着 我不是这个意思 Hop哥你们随便说 这把我塞 感觉很腼腆呀 就很内向吧 这种 有时候两个性格就反过来 甚至的话就比较射牛 你知道吗 Hope就比较射恐 今天Hope说状态火热 BC 嗯 还可以 我什么时候说 你没说过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大力我都不能说 你有没有这个自信 游戏方面 很懂得让步 然后就是 作为Coe 你反而不应该那么牺牲 但是他其实 性格来说 他不愿意去 主动地去提 他这个性格还 吃了点 贵 基本 성격 자체도 그래 항상 양보해주고 착해 他 너무 좀 攻击적인 本来 잘 못하고 然后 양보하는 것보다 네가 캐리할 수 있게끔 그런部分 많이 얘기해줬고 그 부분에 항상 많이 생각하라고 팀원들도 많이 도와줘야 된다고 말하고 Hope这部回身的 大招打的伤害 非常好 PENTAQ 十倍了 而且69哥 这部选择也很 随着Hope的加入 JDG战队也逐步走出了 从德杯 延续到赛季之初的 连败 点赛 点赛 就看你开团 开得好 操作好 看谁都 就又想要亮眼 就亮眼 就要亮眼 就亮眼 369在队里的 年纪最小 但全队上下 都尊称他为 9哥 到京东以后 可能就是 都变成9哥了 以前通过就 39 就然后 说说 喊我3D 有点不适应 说实话 就感觉 说实话 我感觉就是 我年龄也没比他们 大 但是 就感觉 他们喊我9哥 感觉是 还是 算是 对我那种认可 就感觉很尊重我 是应该多做一点 叫7哥 别叫曾哥 曾哥听起来 就很奇怪 你知道吗 之前别人都叫我好哥 都没有人叫我白哥的 你知道吗 哎呦 训练量 确实是 今年会比 训练多一点 他感觉就是 有点 确实去年 有点对不起队友 有点偷懒 有点 自己也有点偷懒吧 今年就是 来之前 就是老板不是跟我说吗 说 你来到这儿 就是 成绩什么 要学前不说 就是但是 你要 你要训练的 就是你要起到那种带头作用 你要训练到 就是一定最晚 做到 差不多做到 就 一般都是 训练到最晚 随一种责任吧 应该就是你们给我一种 就即使我被单杀了 你们也能塞我 然后这种感觉 我就能打得更好 就很有安全感 是的 但是今天也有人兜底 拖不给你兜的 长队都是互相兜的 是的 一个三杀三六九 三杀就上来了 打了个零换五 你不结束了比赛 二比零 六指哥这个格温 包括那儿 一旦再练出来 我觉得 这个英雄持上 就没有什么死角 之前练英雄练很慢 就是不想玩 比如说像卡南这种英雄 现在就是教练天天催着我 这个英雄你要多玩玩 说很快捡什么的 就感觉自己就慢慢的 也能接受了 喜欢中的时候 没有死 千万别死 保持状态 就我推卸的都 大招 喜欢中的时候 好的 大招留下来 好的 他的一方面小性格 还是挺让人头疼 但是他经常会 松松口什么的 这个孩子还是 有点变化 还是有点长大的 其实有这个行业 跟茶友的有些 有点耐性的 才能有点耐性的 所以 基本上 我认为 比较有点耐性的 比较有点耐性的 我认为 比较有点耐性的 我认为 比较有点耐性的 我认为 比较有点耐性的 就是先开位置会 然后教练说会 无浪心的 自信了 自信了 就自信了吧 不是我心态好 就是我有自信 直接triple kill 哇 等的就是这波呀 失败 这波团战京东大赢了 本场的MVP 给到的是369 恭喜北京接近 确保自己 已经晋级季后赛 对 现在京东状态太好了 确实玩好的话 也是蛮开心的 就教练也会天天夸 我就会说39 凯南进步很多的 就让他对线干净 那就是 那就是 九哥你是这个 春雨缠缠的三月 上海遭受疫情的突袭 所有的比赛 转为线上 赛季出状态低迷的JDG战队 最终以季后赛四强的成绩 收关春季赛 谁最喜欢奈船 谁的英雄词最深 谁打呼噜最想 你打吗 哪个 我打呀 你怎么蠢啊 好 放啥 放很多 真的减肥了 刚刚打直接的时候 就6年前 然后我就减了60斤 我之前你知道吗 我之前就200斤 我减到了140 对自己 感觉自己问题很大 就是没有之前那种毅力了 之前就是缩减就减 别瘦很多 瘦了20斤 超高的 先撑一下 瘦了 快出去 多重来的 先别一会告诉你 我给你干 OK 瘦了一点点 多重来的 跟什么瘦比瘦了 跟一星期前 我真不吃 多一百 我真不吃 多一百 多一百 多一百我真不吃 酒一家店吗 主要是 都太热情了 你知道吗 反正就总会有人说 就大概率都是hop 酒哥吃什么 不吃 真不吃吗 OK 小吃一顿最终 是否很完美这个下 你朋友过去 你去一下先好不好 去了呀 最近减肥了 我也感觉就是意识到 就是确实得减肥了 我听到谁说要减肥了 笑死你病 是的 他们说减肥跟放屁一样 很完美 JDG战队将在2022年LPL夏季赛的第一场比赛中对阵涛博 这是两队今年以来的第三次交锋 前两次JDG战队都输了 那肯定很想赢嘛 就是这种感觉 就因为毕竟在淘宝待了三年 然后对面就也是很熟悉的人 然后赛前也一直在互相淘宝互相淘宝 互相淘宝 他们就说3D什么的 双入支援过来了 这波小猫上369的369也没有到 看没关系 打的真的是滴水不漏 恭喜金通先下一城 关键位置打团不一定的 一定的 因为我和猴子一定能限制到老鼠的 一定吗 一定赢吗 一定赢啊 那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一定赢 这游戏就没有一定赢的时候呀 我说达卡曼不是胡执你 是告诉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就听我 那个时候一定要逼团 你觉得可以就来 就限出力好就逼团就行了 第二局 状态低迷的JDG战队被套拨碾压 所以我觉得上路真的选择不都还好 就无所谓的 没有折筒吗 我没有折筒吗 但你看情况可以选择 跟涛博比赛 369最强一名的英雄 是九筒 九筒训练了很多 就玩了很多 台湾也玩了很多 玩得还不错 还可以 六九哥的九筒 这把 这个真的要爆炸了 真的要爆炸了 下来第一句话 我就说这把就选九筒 是的 就是这种语性 好吧 他之前 今天在打出来的效果 确实很棒 热眼可见 比之前好态度 被闪现给躲开了 这被烧场 369大招非常的爆炸 把人机给炸死 369这波 爱得也非常漂亮 在一年前还饱受指责的九筒 今天终于在369的手中 扬眉吐气了 就当时玩自己很幼稚吧 就说自己想 就用网上那句话说 说自己怎么想亮眼 现在就觉得 慢慢玩相信一下队友 就当时很自私吧感觉 这把秦东打得真的 有点完美 还是最爽 说实话很爽 2比1拿下了这场BO3的胜利 这把真选九筒好 选建模真不好 这把九筒选的好 他确实就坑嘴 嘴没那么硬 然后有问题 确实也 愿意自己承认错误 然后还愿意做这种事情 希望我哪里做得更好 如果我可以的话 就尽量去做 大家的明眼看得 打得越来越好了 就从赛场方面 我们一直不停叮嘱 他的那些坏毛病 他有一点点在改 就感觉 就感觉自己现在什么都弄完 这种感觉 我们两位老师都是专业的 坐地聊的 看得不像 没感觉到你有肌肉 你的块呢 我这是做理疗的 你看人家的块 我不是健身的 OK OK 我肚子不舒服 我能上车走 他们下班了 你在这再加个班 结束了 没了吧 没了 没事了吧 待会可能 有点不舒服 不舒服 你不舒服 有道理 不舒服 摸到我很自豪 摸到我很自豪 别摸了 先把东东做的 早做完早结束 教师 教师 不是加大力度呀老师 他的如人性确实还可以 真便 你就是在那摸鱼 你说我说别人 你这个加大力度 我的教训完成了 但是大家自己在 封场的这个 对自己的健康 no problem 我们绝对做到 今天后口肯定是憋着一股气来打的 我憋着一股气 当初EDG选择i-ball 也不选择我后口 现在EDG选择viper 不选择我后口 你就告诉我 你是不是得抱这口气 怀才不悦的气 抱打老东家 因为我发现就是 大家可能打比赛前都很紧张吧 就我也有看出来嘛 然后我就想的就是调侃一下 调侃一下 他调节气氛一直很在行的 我就感觉 就没见过他之前 是 我是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我以为他是 比较沉稳的那种 有时候就会很像小孩 你怎么这么不说话呀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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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直接沉默 你直接就 怕了吗 你来一手 我要接到 最明的老子星 你费了 费了我就给你唱 可能我说话就比较有趣嘛 就想跟别人开玩笑 然后 比较开玩笑的那种鼓励 就以前别人鼓励你 对对对 现在可能我 鼓励别人这种感觉 我的天 再次一个枪火谈判 真五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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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杀了 跟吉兄弟给个罪 快点爆破孤吉党 他出来了 is a penta kill 把369 999 哦 我自信的时候打的就会 特别好 就我不自信的时候就会 打的很不好这种感觉 现在蛮有自信的 就差不多 比如说就网上比如说 骂你的人没那么多 宽敬物变多的时候 就感觉努力没有白费吧 这场比赛 赢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哇 京东打的真的是太稳健了 是的 打职业这么久 是的 第一次呢 职业生涯第一次 你看我的伤转 是不是比你高 我的伤转 那要怎么样 得唱歌是不是 科普现在就唱 9个间真凯瑞了 听姐叔说有说到 你为了练习纳尔 然后排位掉了300多分 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就是可能比较痛苦吧 玩的比较少 打不过别人 就一直爱打 教练天天给我洗脑 他说我就 我是可以成为第一小单手 然后说让我好好玩 今年的话 我的生日愿望 就是希望我能减肥成功 希望进世界赛 然后我去世界赛玩一玩 他说要是支持 准备 多面 平 Esp og Black 这样也在做 听ENE 和夸杉尔 看他就一直跳 做出实生 breakup 批误 不要忽散 Rate 我就 shock 给她 手 这个要带着 快点 好 开始来 关键关键 开始开始 起头呀 祝日快乐 祝日快乐 许个一样 可以了可以了 今天世界上了 哈哈哈哈 不是 要吃吗叔叔 我不想吃蛋糕 我减肥第一天不能吃蛋糕 看起来这个蛋糕还可以呀 得吃 很饿呀 下季常规赛结束 JDG战队排名第二 获得9次MVP 并列联盟第一的369 也在4年的职业生涯中 首次入选最佳一阵 而对于战队来说 超越春季赛的成绩 应该是这个夏天里最坦然的期待 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先母 14个2的干 现在感觉队友都进步很大 然后也都很有实力 就我想进世界赛吧 就先把目标定高点 把目标定高点 也不会有坏处 这样欺负我们 那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事情 我们是一起的 无人绑在一起的一条船上的人 所以我们要一起去做好每个事情 再往聊吧 夏季季后赛开战再集 JDG战队却始终在训练赛中找不到状态 其中的一天甚至只赢了一小局 不是我们那几天 是当时一时都不好去联赛 玩什么都赢不了 打一地机关的TS吧 其实两个都完全打不过 都很浪漫大家 有点浮躁 就赢不了 去年赛有点不严谨 瞎搞 季后赛首场要对阵近来气势如虹的俗咒LNG 打拳今天赢了我们也打拳 今天赢了牙膏你打拳 我就塞 你塞我就打 我塞你就打 OK我打 赢了你就打 不打是狗 OK完全赢 我打 可以 nice 就这样 OKOK没问题 能不能打好不 赢了再说好吗 不是能打今天就赢 赢了就打 就所有人给我复习一遍 一米哥那个打拳视频 每个人都给我看五遍 369单杀了阿乐 369这边拿下了人头 这波团战京东居然都皆赢了 四杀的大哥哥 六九哥上的优势带 六九哥一马三 恭喜JDG 他们将跟淘伯来进行第一张前往 我们下期决赛的真票 压高压高 真得打拳 必须要打 打拳 打拳 真要打拳 你答应我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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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打里赢之后也发挥的好一点 是因为就是 我觉得赢了就能碰见套博了 我更想要去打套博 而不想去打一个戒 我就说一说那把会更想赢 这种感觉就是特别想赢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是 感觉就是自信 就突然的特别有自信 三比零干净利多拿下来之后 就感觉 队伍整个的团队氛围 跟那感觉都有点满满回来 两天之后 JDG战队迎来了下级常规赛排名第一的 涛博战队 和彦中绿马请通行 可能你的对手你越熟悉 你们俩关系越好 你越想就是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在他们面前 怎么弄光头墙 光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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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进了 你实在第一次还没遇过 别别别 要你这把游 他再搞 闪现过来 死了 直接现杀 主要换腹没想到的是 对方这么裹断 已经确定了 套博已经跑不掉了 被顶回来 人头再给特拉文上一下 这套博前面这三板斧 轮得军都有点磨 因为这版本下部都是发育的 就打不出来什么结果 所以退险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原因 只要他不拿待会 你待会也了解 京东失误有点大 对啊 就是369这个位置 跟队友完全脱节 感觉是一个 没法挽回的一个斗 是 打得有点上头子 这第一盘打完 我觉得今天比赛 我不能玩肉 就是我要站出来 就反正我就觉得 要站出来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勇气吧 你们打团不好跟的话 你别跟我 就是把我卖了就行了 三大伙 我一看 你这枪也玩了真不行 真别玩了 给这有增加难度 不是我看起来也不太行 给你打成1-6还不够 不所谓啊 还不所谓 你都快麻了还不所谓 1-6还不麻了 九哥又着急了 牙刀被秒了 这个抢刀行动好伤啊 只胡的一般 三三 三 二败了 2-0 教练觉得就接下来就是我们 用我们金身头 跟他们打比赛 然后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有BTC 还没有结束 继续时间出了 我们还有机会 听经理说 好像就是 已经准备打车了 输了就输了呗 又能怎样 就可以接受失败 很想应该 但是也可以接受输 一定要把大家心态放低 因为心态都调节好一点 希望大家就是这场比赛 享受这个比赛 大家没有心态炸 你们不要再说了 电话 那就行 他们就行 我再追赛吧 那就是这样 兄弟希望你开心好吧 今天享受就要来 0-2的时候 就感觉已经2-3了 我也不知道 就打完第二把 感觉状态特别好 就是觉得挺赢 就是没问题 就是两局打了很久 一点累 想休息一下 心态是绝对没问题的 太强势了 又抓不到我废物 那还不是 还不是给你们上单东死了 你们他死没死嘛 九哥脾气上来了 他想C了 在霍普及时反打 反打之后一个穿着长包 他那个团战中 我打成了一个三换四 只能说霍普救了京东 救了这个家 是的 我经常和霍普讲就是 打比赛他要赶一点 就是自信一点 我总在他面前夸杰克拉夫 你知道吗 动不动就是 这一波捷克来了 就怎么怎么样 然后会说 你知道我之前跟捷克打的时候 他会怎么说吗 就是会有一种那种 你在先人面前提前任 老提前任的好 那种感觉 你怕我比他多两万 你比他多一百 他也一直在下 他也一直在上 他也一直在上 那敲路越来呀 因为杰克拉夫本身就很强 大家都知道 我也希望就是他可以变得更强 变得更强 就每次他上完 然后我不上 我就会有那个画面 就是他下来跟他说 杰克拉夫这波就上了 然后我就会再想 到底要不要上 很犹豫 我觉得后部就是 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他需要提升的话 需要去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东西 但都可以收购收购的很不错 应该上一波了 恭喜京都搬回一场 然后教练希望接下来的两把 大家打得舒服一点就是 就是你们打什么对阵 教练全圈就听你们的一个 想打的一个对阵 我状态很好 然后我们今天游戏会让这场 老师还被表了 这个位置怎么说 猴子看得好好 这个猪女职业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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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已经赢了 2比2的时候就觉得已经赢了 因为我们气势上 然后还有状态上都有优势 不奇迹团队 要打迷惯 要走 要走 这部团队 这边团队 拿了三个人头 而且有两个大人头 今天去后部的发挥还是比较好 越打越好 我比5的他应该是进步蛮多的 他更会赢比赛 更会打比赛的我感觉 我只是把应该打的东西打出来 比赛打多了 就不会打 他这段比赛一定会奢华 因为就是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当时也是单下惹赛 然后才变得不一样 恭喜京东了 而且后部也裹住了 恭喜京东 哇 我可以说 那十五分钟的比赛 让二追三 我现在是二追三了 一包一包 打拳了 打拳了 打拳 开拳了 开拳了 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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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把说实话说谁打得好 第一次让人追三嘛 然后也是我的第二次让人追三 就还是很开心的 就感觉很激动吧 因为之前也没有在 就是旧赛让人追三过 挺有意义的 很开心很不容易啊 那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有一种就是翻过了人生 一个大坎的那种感觉 经历过这样一次比赛 应该深化又成长了一步 送了那波切鸿 没事没事 没事 没合线 祝你们给你送一 以后吹浩普不准吹这个赛 在我们俱乐部听他们的 开始来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2022 聊票夏季赛总决赛 媒体发布会的现场 欢迎各位 就是LPR主导四年第一次打的决赛 有什么感想的 我想不容易 然后会努力一下全赛的 我想对超伯的两位上单说 就是无论你们 谁来谁上来都会把你们打爆 哇 加油 祖哥 可能回去睡了一觉以后 起来就感冒了 然后头很晕 然后就连着睡了一天 还很酷 还得睡这种感觉 就想着怎么办 好难受 就打比赛头都是晕的 我们打决赛之前都打了两场训练伤 两个 两把训练赛 2022 英雄联盟军联赛 夏季赛总决赛 胜势开战 还好 还行啊 我倒了 我感觉到不能买这个事了 现在就是和他床上躺了 但没办法 你这外套吗 什么 外套 有点冷 第一把撕不得 后面可以的 为什么第一把撕不了 第一把我一直没状态 后面会好 打卡纳贝 但这边卡纳贝已经翻开轻了 直接被后隔墙穿死 团战还是晕东打得更赚一些 这猴子顶在前面 小天和纳尔进不了场啊 最后的大纳尔也被解决 小龙加大龙 这波京东已经是一波决定胜局了 对 跟大家说一把 打外套三十 打外套三十 白癡 能接 教练也肯定相信今天会表现得很好嘛 但是他也是有小许的担心你的身体这样子 反正最好就是让卡纳贝把脸都打 今天 今天状态不够 晕了呀 真的很晕 就想着尽量充速把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第二把的话 肯定要更集中一点大家 这次测款都玩了 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是比较多的 你觉得可以给他们控制 我都行啊 我可以玩的 我们俩做传计的感觉 这个没办法让他一旦 三女区被打了 就被挡下来了 没想到三女区就挺危险的 被减速到 可能要死了呀 小天给一个Q型的再往回一推 那应该是没有了 就稍后已经杀掉了 三女区的塔下 是没有办法换了任何一个人 涛博也是对369 痛下杀手 今天狂搞六九哥 也没想到就是 涛博会这样玩 就是他们突然就是 改变打法 就是要这样来搞我 就最没想到 就觉得 对自己的发挥很不满吧 就是说哇 这种机会会给 太可惜了 这种 输了真是我的问题 这种 奥闹了 没办法 六九哥这把真的难受啊 远古龙 甚至差点拿下来个大冷 但是最后京东还是输掉了比赛 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的判断力也会 选择下降一些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今天就会多相信一下团 对 我们已经进世界赛了 期望就我们带着 带着密信文号服 哪个冠军也是个好事情 就其他人好 我也才会好 所以我们都要 我要为其他人也要做出 做出一些帮助 我也要去帮助其他人 我帮助你也是在帮助我 大家都是这样子 我就玩自己舒服的 一定会赢 行了吧 可以可以 不然就是 我就只能等着你们 在我圆满就很累 气自己 那个愤怒是气自己 气自己为什么会打得这么烂 就是觉得 今天如果输了 一定是我的问题 别说啊 别说啊 这波血换完很危险啊 对 那边就打成一个三换三 冰尼来了 那厚普应该是逼死了 比较的被动啊 京东来说就只剩下 等厚普打团看法规 是啊 厚普只有一丝鞋了 这个时候对京东来讲 仿佛要进入到被追击的局面了 我们要有决胜局看了 熟了 熟了 他怎么会被 我 感冒的人都没这么写 那小妹就不厉害了 贴个男宝王 最紧张的时候肯定是最后一把 第一次打决赛就特别想赢下来 来回打轮车轮战 是的 今天要熬死你 你提醒了 互相支撑的 打最后一把放开了 加油加油加油 2022年夏天的最后一局气候赛比赛了 一个赛季的汗水和泪水 就将在这一场的水晶爆炸之后收获结果 感觉京东现在有点急 京东开不了团 这个依然是一个硬伤 局面还是涛博更战优势一点 369大招拉扯的还不错 这个的话是必须的小天一个闪现 微卧大招大刀要上369 369闪现过强 但这个位置也跑不掉啊 再往涛博的家里再跑 369 强穿激光 又用异技能躲掉了 369这个人选择往上走 找机会去送塔吧 7-7 走 来得及吗 以魔刀 送掉了 你买的那些吗 好像拉扯出来一条龙 这后不上还已经打罢了 压高在这边出自两个人 再见一个豪亭万载 站起来之后突然自己被击杀 在后面一个罗子又挂死一个出来 变扬 致命的变扬 这也是 被京东拉出发了 369的奇思妙想 369立功啊 这波是把涛博的双C拉扯到高地了 确实运气好 确实运气好 但是那个运气好 太关键了 胜负就逃离之间了 一波了 一波了 冠军了 京东军他打了个一块五 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京东发开了个大分盘 哇 京东 他们笑到了最后 BO5决胜局 拿上淘宝 恭喜他们 他们是2022年夏季赛的冠军 恭喜京东 恭喜京东拿到他们奥票的第二关 我们恭喜北京接地系云特尔战队 战到了这个夏天的最后 获得了总冠军 我去年刚来京东的时候 是没想到今天那种图案 就感觉很 魔幻 以后直播不用摆花盆了 我觉得成功 就不完全在于比赛的数据 更在于是我 帮助这群年轻人 慢慢地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个最好的自己 不分赛场内还是赛场外 根本没有人看好京东 就所有人都说 京东的上线最多就是一个思想 但是就是我们初级赛打进了前四 夏季赛打进了冠军 就很一致 用一个赛季的时间 Hope找到了可贵的勇气 369也收获了强烈的自我认同 以往的波折和失落 获得安抚 这样的成长 甚至比奖杯更有意义 缓一口气 还有更多要去做的事 真想剪 真得剪 确实得剪了 要剪要剪 如果这样就会剪 Identify 咬打呼噜最小 多大呀 哈哈哈哈 有人搞这么多装备吧 好好玩 好好玩 下了一跳 因为总理说要给我过生日 嘿嘿嘿 啊干死吧 没事 直接跳一下 呜呜呜 留下我的 我的气